謝謝主席,各位先請我們請下部長 首先我想今天談的是教育研究院 其實不是很清楚 這個研究院你現在定位在什麼地方 台灣現在研究機構難道還不夠多嗎 台灣現在已經少子化的問題 就慢慢的,教授老師這樣 未來都面臨到一個生存危機的 現在再把它法制化 你不覺得壓力嗎 教育研究院其實是教育界 從民國69年,國建會那時候 台灣學院就是建議 因為現在世界各國大概像美國,英國,法國 那麼日韓他們都有國家級的研究院 那對教育工作來說長期性的 國家級的研究院,那中文院難道不是嗎 他不是,中文院沒有教研究所 那就放那裡就好了,為什麼放你這裡 他不設教研究所 請他設就好了 其實跟他談過他不要 他不要 我是覺得比較奇怪 你底下放一個這個東西 當然細節 你們已經運作了好一陣子了 只不過過去沒有法制化而已 我是第一位去掛牌的籌備處主任 但是他以前沒有法制化 現在把它法制化而已 只是籌備處而已 我覺得應該放在 既然是國家級 就放在中央研究院 其實那個地位更高 你放在這裡的話 老實講其他大學會 會覺得等於教育部底下 搞一個研究所 跟其他大學 有教育研究所 競爭了 部裡面的嫡系 跟旁邊的各大學競爭 不是很奇怪嗎 他是競合啦 其實他是用長期性的 這個一個一個 一個整體性的 一個研究 是啊 我請問你 這樣子這個以後 教育研究院 他有沒有教授 他有沒有學生 沒有學生 他有研究工作 當然我尊重這個委員會 但是真的 你現在來講的話 做研究教育研究所 這麼多教授在做研究 你要做什麼就委託他們做就好了 過去都是因為 零零散散 單打不斷 所以現在說 教改很多人 就說像課程 都是臨時課綱要修訂 就臨時找幾個人 做一兩年的修訂 我是 我會建議 我們這個主席 多聽聽 看看其他大學 有教育系所的學校 包括正大有教育系所 他們支持啊 台大有教育系所 台大有沒有 有台大有教育系 他們現在把整合起來 這是教育系的共識 以後有教育部來領導他們 對不對 以後未來的教育 走向就是由這個來決定 然後再給 他變成一個 國家的教育住戶了 就是這樣 好吧 這個 教育界是有共識 教育學者都有座談過 他們都同意 如果這樣子 因為本身 我在大學裡面 也交了一段時間 是 好 回來 我想你會同意 因為最近有個議題 很重要的議題 大家都瞭解 台灣其實最重要 就是soft power soft power就是人 人力 對不對 man power soft power 假如沒有這些的話 大概台灣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 大家都在 從台灣搶人才 台灣比較好的大學的教授 都拼命被挖角 那麼你有講過 李彥哲也講過 李彥哲說 我們的教授跟香港 薪水差三倍 比韓國還要低 就你來講的話 你講到說 香港的大學教授平均 比台灣是台灣的四到五倍 這裡面等等等等之類的 那麼 其實我給你另外一個數字 最近新加坡 有計畫的在找台灣的醫生 也包括台灣醫學系的教授 總共要找兩千個人 有計畫要找兩千個人 慢慢來這裡找人 慢慢來這裡interview 中國大陸 也在對台灣的醫界人才 來開始著手 上一次去年的時候 看那個數字 你會嚇一跳 當大陸考他的醫生執照的時候 台灣你看得到重量級的醫生都跑去考 這個限度到一個很大的一個 一個警訊喔 台灣的人才不斷的在被外界 虎視眈眈被外界挖角當中 這個如果沒有制止的話 制止他的話 沒有辦法去規定說 你不可以去 不是 不能制止啦 不能 不是 這個限下 把他留下來 對 把他留下來 我不是說不能夠 限定不可去 不是這樣子 而是 想辦法讓他願意選擇台灣 請問你這裡如果好的研究環境 我為什麼要離鄉背景 跑到其他國家去 即便到美國去 大家也想要回來台灣 這塊塊也是我們的處 我們的刀 我們的窩 再怎麼樣 有老青這麼好的老青 希望貢獻這個地方 和這個國家 大家都一樣 所以我請教你喔 你提到的所謂的談心專案等等的喔 你怎麼樣 我想你在美國你也清楚 我在美國有待過 我差一點就在美國當教授 我那時候看 我體心是助理教授 跟那個很大白教授 差十倍啊 其實可以差到十倍啊 差了很多啊 五六七八倍都有啊 正常的 這種情況 而且在美國沒有人 沒有人會覺得不公平啊 是 沒有人講同工投資 這樣的概念 沒有 seniority基本上是很重要的 看你的研究的成績 看你的paper的東西 看你所發表的impact factor 你的幾點等等 這個國際上都看這個東西的喔 所以我不知道你的 談心專案 怎麼把它做得更好 是 目前談心專案是 在總統府我們也開過會議了 院長 這個 相關的 中研究院院長 國科會主委 我們都開過會議 那希望說 能夠提出一個獎勵 這個優秀的教學 或是研究優秀的教授 然後給他比較更多的誘餘 當然願意留下來 那這個辦完了 我們教育部正在草泥 我們也希望能夠在全國正在會議 培育會議啊 你先給我們 先給我們一些簡單的一些 一些 感覺說 比如說未來 最研究最頂尖的 可以跟 培育教授可以差幾倍 跟我們講這個 可以差到幾倍 你如果跟我們講說 我們好的 加百分之二十 加百分之三十 絕對不夠 可以差幾倍 就是 你的規劃裡面 總是要改善出來嘛 不然你怎麼規劃 你現在那個 你們現在目前已經有了啊 下午期間啊 對 對不對 可是你看結果怎麼樣啊 現在不怎麼樣啊 怕人家罵啊 怕人家罵啊 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你來做 最多了不起 就是什麼 旁邊推管班的啦 那個薪資高一點 那個是中頂會 在學校裡面七百九十五塊 然後外面 就是那個什麼 推管班 可以三千多少 也是用奇奇怪怪的 明堂 因為你們規定太多 這一部分 絕對要 法制上 絕對要你來突破 我們是要 教育部來突破 沒有我就請教你 你的心目中 你認為要把頂尖的研究人才留下來 教授留下來 這樣子的話 你認為 最高跟平均可以差多少 你準備給他多少 一倍夠不夠 多一倍夠不夠 現在教授 資深教授 平均大概十一萬左右而已 你可不可以給到三十萬 我就問這個問題 三十萬可以了 就差不多將近三倍了 兩倍應該會 兩倍要有 最少兩倍以上 我覺得這樣才有隱身體出來 基本上我們 定個辦法 除了國客會 他有科教基金裡面提播出來之外 各校的助酬基金裡面 有百分之五十可以拿出來給教授 做彈心的一個使用 我們會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那一部校務基金已經有了 校務基金你知道成立幾年的校務基金 校務基金八十 成立N年了啦 沒有學校敢用啦 校長壓力太大 我告訴你 大家都在學校裡面教書的啦 大家都在學校裡面教書的啦 他這個一點多另外的教授就講話 你就是教育部長要定東西 現在辦法就是要出來 對不對 校務基金我所了解沒有人敢用 真的沒有人敢用 台大有 台大有 台大理校長說他已經開始做了 他開始用 政大有用怎麼用 其他學有用 怎麼樣 我要找新的PhD來 相關的比較熱門的領域 找不到人 我給你一個月多兩萬 有啦 一個月多兩萬 有啦 那種的有啦 多兩萬 有 不然就是說 我給你上另外的班 終點會高一點 那個都不是我們所談的要 我們談的是傑出的研究人才 對 不是教學人才 研究人才這一部分的薪資齁 一定要差距拉開 一定要拉開 五年五百億的方案裡面 是各校是可以用這個錢去聘請 比較這個國際地位 學術地位高的人 給他比較高的待遇 也不一定只聘國際級的啦 國內很多很優秀的教授 你就給他留下來嘛 對不對 否則的話 造成 比如說商學院熱門的教授 管理學院熱門的教授 有教授跑去當讀董 對 現在都是搶手 讀董外面 薪資外面比裡面多啊 外面比裡面多啊 怎麼看得上你多兩成多三成 這個問題的確是現在我們在 對不對 我們寧願他 安心的多花點時間 在學術裡面 好好做一些研究 因為我們台灣人的聰明 絕對在學術界可以 有一席之地啦 現在來看的話 我們覺得 五百億也給了啦 什麼都給 可是我們的排名不怎麼樣 比起大陸大陸人家幾幾十歲 能夠贏我們的 大陸用教育特區的方式在處理 所以我們的確是比較 防守防守 你最近提到那個兩千名 人家外面很有意見 為什麼要設一個兩千名上線 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不希望一下子 來了太多 然後呢 讓這邊的教育資源被稀釋啦 試辦啦 剛開始試辦 如果試辦的效果 認為這兩千名來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大陸陸生來台 沒有什麼太多的社會的擔心 那時候呢 我們會讓各校 對 其實不需要 既然執政完全負責 把他挑起來 不能說 我們的人去大陸還怕被統戰 他們的來 我們也怕被他們統戰 台灣的都不用啦 一點心情都沒有 這台人就怕他怕而已 我們要統戰他 我們去那裡怕 那些人來這裡我們也怕 什麼都怕 我們不用他 我們希望他來這裡被我們統戰 被我們洗腦 台灣的社會民主開放啊 比較有創意 不擔心啦 台灣的民主也比較成熟 最後一個問題 你剛剛提到大學校長 我看你們有一個大學 國立大學校長 臨選辦法裡面 你們有規定 一定要各個學校投票 一定要超過二分之一 才送到你勾選嗎 比如說 我現在不在勾啦 各校自己一審而已 以前是二審才要送到部裡來 在辦一次 現在已經沒有啦 現在各校就自己選完就結束了 他沒有說一定 怎麼最近有人說 欸 有一個人 兩三個人 競爭這個校長 一個人過半 其他人都沒有過半 他說一定要兩個人過半 拿到你那裡勾 沒有沒有沒有 已經不再送教育部了 他們頭髮就自己決定了 這個大學法已經修改了 大學校裡選 有各校 不只是聘他而已啦 他選啦 他抱一個人來而已 抱一個人而已 他怎麼抱他的問題就對了 對對對 他們自己校內的 校內的 校內的理想委員會 住職理想委員會 部裡有派代表 校務代表 公正人數 然後共同組成理想委員會 你不在勾了嗎 已經一勾而已 你不在勾了就是 你只給聘書